就这个宇宙中心最有宿命感 曾经的四个人凑不出一个真的余舒心 现在我们玉璽遥遥理线 谁敢信余舒心拍了这么多戏 活了这么多年 居然是第一次扫楼 播月光变奏曲的时候拍苍蓝绝 播苍蓝绝的时候再拍启金招 拍云之雨的时候再拍永夜星河 这次播永夜星河终于有空去扫楼了 而且三年前丁余希是第一个带着新兴人形绿排去扫楼的 当时他们还约定好了 下次一定来一起扫楼 哎 这不就判来了 这到底是哪修来的缘分呢 还有 这次丁余希和余舒心要去的 可是深圳鹅场总部 不是所有剧都能去总部扫楼的哦 上一个有这种待遇的还是大爆剧 繁花 看来星子的成绩是让鹅太满意了 王一雪 这次你的救星是真来了 难怪这次他们能这么重粉呢 原来是知道翻身机回来了 在永夜星河播出之前 粉丝在评论区说 记名乐贴 王一雪连夜买下版权让主演唱 还当了剧集的推广曲 甚至还拍了MV 不仅如此 剧组还买下了一颗星星 以男女主的名字命名 作为永夜星河送给剧粉的520礼物 这一世感真的绝了 除此之外 永夜星河还让抖音首次推出周边抽卡游戏 剧播了一半之后 剧粉舍不得 所以王一雪就连夜招人回来拍团宗 昨天星星子已经带着11个行李箱出发了 带这么多衣服 那我可就要开始期待后续的出途了哦 热搜榜上前脚传出了 山男女主高光情节 后脚王一雪连夜搜刮物料 临时配了个BGM就把片段放出来了 热搜刚说赵小侯爷加戏 被启明立马直播成星 求圣玉直接拉满 追这种剧真的稳稳的很安心 当然了 最关键的还是星星子 有他在的每一个剧组 追剧氛围都是杠杠的 和于书星河作的每一个艺人 都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吧 他不光会给每个人拍出人生照片 甚至还同步限制每一位演员的高光时刻 不管是木窑还是地基 装造都是美美的 从苍蓝爵到云之雨 到永夜星河 和你们一起追剧真的很开心